其实两队的阵容实力都很强啊 所以这一场是一场很精彩的对攻大战啊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法国打比利时 然后我会负责讲比利时的部分 比利时对法国这一场比赛有一个话题 就是比利时的助教啊 这个法国传奇球员Henry 然后现在他是没有想到啊 他竟然在这个半球赛倒戈自己的国家了 所以这一场比赛大家都很注目啊 然后这个是比利时又在经历的 另外一场这个对攻大战啊 就他在对巴西的时候 他将之前的3-4-3改成4-3-3 做到整个球队的攻守啊就更加平衡 然后德布劳内在这个前场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啊 让到这个比利时的进攻更加有威胁啊 所以预计啦 比利时在对这个法国的时候 还是会用回同样的这个4-3-3的阵型啊 这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那个U后卫啊 慕尼尔啊 就是累计两张黄卡 所以这场会被竞赛啊 所以他们很可能会让这个奥德维尔德啊 就是填补这个U后卫的这个位置啊 其实两队的阵容实力都很强啊 而且法国整体来讲是攻守的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会比较平衡 但是比利时上一场啊对了巴西嘛 就是在对攻大战的时候是怎样要去应对的啊 他们心里其实是有一个底了的 所以来到这一场的时候相对之下 他们的信心肯定会比较提高 跟他们的应对能力肯定是会来的比法国更强的 这一场比赛的另外一个看点就是 两个主帅之间的对决咯 相比起这个法国的这个主帅得赏是啊 这个Martinez啊 他是一个临场变成能力很强的一个主帅的 他是西班牙人嘛 所以他对这个西班牙的地面还有传控的打法有一定的熟悉 然后他又直交过这个Edverton跟Swanese两支营销队 所以他也熟悉这种英式的这种长传啊 冲吊的这种打法 所以在赞助上面他是比较多变的 所以如果在场上双方就是陷入僵局的局面的时候 相信这一点会成为比利斯的优势 然后我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比利斯赢2比1 OK 听完了这个比利斯的这个分析歌 我们就来讲法国了 因为法国是这个半球赛四队里面 仅存了两支曾经夺关的队伍之一 还有一个是英格兰嘛 但是我觉得法国这一对比利斯 并不是一个一面倒的一个局势 反而是一个可能会出现五五波的这个预测啦 首先我来讲这个法国 他的这个前锋进攻方面 他在上一场就是赢5阿龟2比0 然后之前又赢阿根林4比3 足以看他们的火力是很充足的 加上这个波克巴的这个串是前腰 他就是负责组织进攻的 他也做出了本分 所以我觉得法国在这一阶的火力 就是他的中线场的那个能力真的是 数一数二了 当然这个比利斯的这个火力也是很强大 所以这一场是一场很精彩的对攻大战啊 另一方面哦 这一场的看点就是这个双方对攻的这个三对三 三剑客对三剑客的这个形式 这是法国有所可以讲的这个 这个Muvapay, Griezmann 跟这个吉鲁 然后这个比利斯有这个 庄核心,哈萨德,德布朗内 还有这个前锋卢卡库 所以哦 大家看这个进攻应该是 会呈现一场赏心业目的比赛啦 但是法国队的这个 缺陷我觉得就是他的防守方面 因为上一场他对 所以虽然他这个乌拉圭也0比2败给了法国 但是我觉得 因为乌拉圭少了这个主力前锋卡瓦尼 然后这个苏比亚雷斯虽然很出色 但是他就是处于这个 一副这个都木兰兹的这个情况 所以没有真正考验到这个法国的防线 我觉得这个比利斯方面也不是太稳定啦 所以可能双方都会有在这场比赛的对攻大战下 可能都会有那个失球啦 所以我觉得法国在这一场防守上 是比这个比利斯还要吃力的 毕竟法国的这个前场方面 他们的这个招数 已经是给比利斯可以讲是看穿了啦 反而这个比利斯的这个进攻是更多元化的 所以我觉得法国失球的机会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法国是要以攻为首 这是以进球来抵消这个四球 所以这场进球大战 我预测的比分是法国会以3比2这样子的比分胜出啦 隔门聊是非 由温打咖啡为您呈现 唱饮温打咖啡让您全天候冲劲十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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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